因为这种油的三天三夜没黑了 我做一辈子省也没法的 只有钓鱼钓法的了 我看看能不能值五百万 这个是金钉啊 钓鱼能钓发财 这还头一次听说 这跟这个金钉有啥关系啊 就是前天我去河边钓鱼 一个钓鱼 一个大爷 他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 他说在河边捡了 就这个东西 对他说你帮我看 这是不是金子 是不是金子 我当时我看着我 就像 挺像的 当时我跟他说 我说你多钱卖吧 关他是不是金 不是金 我也算贵了 你从他手里边买过来的 买过来的 一千块钱给他买过来的 一千 一千块钱买这么大一坨金钉 大爷说是在河边捡到的 对对对 我看看我看看啊 大唐 曾观年 走 我的天呀 咱还有落款 你要按这上面的落款来说 这是唐代的 这个定型 说实话 也是唐代的定型 因为 你像清代 明代 它那个金钉啊 已经不是这种样式了 但是 这个重量上 总感觉 不太对劲 老干刚才听你说 能不能值五百万 对啊 这个五百万 是从哪估出来的呀 我刚才不都给你说了吗 我这几天都没合眼了 三天三夜没合眼 那确实 古代的金钉啊 因为数量非常非常少 你要是银钉 数量相对来说多一点 金子因为以前的一连技术不发达 所以他这个金钉特别特别少 然后一般能上拍卖 说实话 那确实 几百万确实是起步价 但是 老哥 你这上来 你就拿来 就说能卖五百万 是不是有点高了 这五百万不高 我都给你说了起步价 这五百万 我咋话 我都想了了 怎么话都想好了 我都准备两百万先买到别书 这个是咱家 对对 两百万先买到别书 两百万买别书 然后再买辆车 剩下一部分 我都是趁心啊 我吃力气 吃力气 那等于说 财富自由了 财富自由 啥也不干了 哎呀 老哥 你这想的挺好 但是 说实话啊 你先别高兴的太早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首先这个颜色啊 确实跟金的颜色呢 很接近 差不多 但是这上面的字口啊 你看 落款 大唐 贞观 年照 这几个字啊 我感觉不对 另外呢 最主要的就是 只要是黄金 因为黄金的密度啊 能达到19.3 所以如果说就这一坨 如果是实心的 有个金钉 放在手里 沉甸甸的 有压手的感觉 但是现在我拿在手上 轻飘飘的 我觉得啊 这首先不是黄金 然后再从他这个落款上来看 从这几个字上来看 我觉得像电脑字体 也不是老的 等于说这也不是黄金 也不是老的 你这一千块钱啊 你打水漂了 你碰到骗子了 能明白吗 这样呢 那人家 师傅你要看仔细了 我看仔细了 我感觉这个比其他的金属 要重的多 因为这是实心的 因为这是实心的 明白吗 比正常的稍微重一点 但是如果说是黄金 比现在啊 最起码重个三倍四倍 没问题 还有后面啊 你看刚才说了 这上面不是唐代的吗 背面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你看这有用戳 拉过的痕迹 唐代有戳吗 有戳刀吗 唐代有戳刀吗 这倒是没有 不可能有戳刀 对 所以工艺 落款 还有它的材质 看着都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假的 估计像这种东西 在古玩市场啊 花个几十块钱 就能买到 你那个吊游 你们关系怎么样 熟悉不熟悉 不认识啊 不认识 你这话说了 你这样 说出一次冷汗了都 你这样 你到你经常钓鱼的那个地方 看找找 还能不能找到它 能找到给退老 还有老个 以后咱不能贪小便宜 贪小便宜吃大亏 想一下 如果说是黄金 不管它是不是老的 就这一坨 一千块钱会卖给你 对不对 来东西拿着 东西拿着 肯定是假的 那你这样说 我得赶紧去找它了 我这挖下水道挖出来嘞 你看能值多少钱 挖下水道挖出来的 对对对 我看看这都是啥 你看看 这全是银元 还都是银元 你还别说 你这挖出来的都是银元呀 对确实是银元 几十块都是银阳 我看着 这种银元我是没见过 那上面一个老鹰 雕一个蛇 那就是墨西哥的阴阳 对 这是啥情况吗 我不知道刚才会出现这种东西 因为刚才讲 喜欢下水道流 在那边的时候 也虽然研究十九了 然后挖了半年 在一个就这个小兔子里边 挖出来就那么多 我跟你这样说 这个虽然是国外的 但是这个也是晚清民国那时候的银元 距今一百多年了 你随便拿一个 我让你看一下 你这说了 我还是没听到 国外的 咱也能弄到晚清民国的时候 这个是1895年 这个不是太清 我再找一个 这个应该能看清 你看这个是1892年 1892年 这个就是晚清那时候的 这个阴阳属于全球贸易因缘 它不是说光在国外流通 在咱们国内当时也流通 外国是能流到那国家了 对 是这么回事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 它这个价值是多少 这个阴阳一般也就十五百块钱吧 全部四五百是吧 那不够我寻下日到了 不是 一枚 一块是五百 一块是吧 一块是五百 我以为全部是五百 那你这几十块呢 也是一笔小财 我寻下日到花五千多 说实话 要清三四个工人 干两三年了 花五千多 那你这也不认识 你光挖出这么多来 我估计 那你五千多肯定是 不用你掏钱了 那跟你家这样说了 肯定不用了 但是我还是不想卖 说实话 不想卖 我一上说 因为它是便宜 再说 就是老足动留下来的东西 你要说 这挖出来了 要不是干假的 我给卖了也可以 对不对 咋说呀 阴阳 包括作阳 都属于国外的这个贸易人员 在咱们国内流通也很多 传承下来的也很多 价格确实不高 你要是咱们 全都这个价格 对 要是咱们国内的大头 小头这些 它价格就比这高 你龙羊更不用说了 龙羊一个几千块 那下周到还没瓦瓦了 说不定还有了 那你可以再挖一挖 因为 你看全部都是阴阳 你按理来讲 应该里面怎么遭掺杂的 得有龙羊 因为这是晚清的 对不对 我感觉这个视频你还是被拍了 为啥这样说吧 你这样一拍出来 我邻居要看见了 因为这个下水道手里唱 还得从邻居那经过 一路手的路口 要叫我邻居看见了 他也下去挖了 没事没事 我过几天 我过几天再发 对不对 那可以 是吗 我过几天再发 你先挖 对不对 因为还没挖 说不定挖出来 到时候我沾到一块 一下卖给你 那也行 那可以 你还别说 我估计你们主上 应该也是做生意的 因为这是贸易医员 你不是做生意的 哪来这么多 这个营养的 反正 咱那一个甲座是很大 在海村里边有两百多家 都是一个老猪严 所以说咱那闷子 还是一闷 还是比较吃饭也冒 那我估计你们主上 应该是大地主之类的 那应该是 要不然就是做大生意的 那我回去再挖挖 行行 挖着送过来了 那一个鸡钱块 那可比这挖着多厉害 那是 那是 回去再挖挖 好吧 来来来 东西你还拿着 那谢谢老板 没事没事 没事 赶紧再挖挖 行行行行 叔叔 阿姨给我的音乐 能换成签吗 我先看看都是什么样的 好吧 好 两块大头 一个龙羊 这个龙羊是江南甲陈 东西看着没问题 老包姜 只是壁面上有戳击 这是大头 这个十年的 哎呀 这上面肯定是用东西拉过吧 这 我看来不敢用紧张 在墙上操 看着不干净 经常在墙上操 哎呀 幸亏你操的时间短 不然的话 这就 品项就给废掉了 现在品项都不太好了 还是一个方间章 十年方间章 另外一个 这个也是十年的 这小朋友 我看着你好像 也就十四五岁 嗯 这你这东西 从哪来的呀 这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安爷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哦 你过生日的时候 你爷爷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对 一下给了三块 嗯 那看来你爷爷对你非常好啊 是的 啊 那你 给你的生日礼物 这应该也没多长时间吧 嗯 才过不久 才过不久 嗯 那这为啥要出手啊 因为 哎呀 他生病了 天天管咳嗽 哦 爷爷生病了 老是咳嗽 然后 我想 我问他 你妈不去医院看看 嗯 那我爷爷说 家里边没有钱 哦 为了省钱 嗯 那我都想说 我把这个钱 卖楼 换成了 然后给爷爷去看病 哦 还别说 挺孝顺的一个小孩 等于说 想把这个 你爷爷给你的生日礼物 这几块银元 卖了 然后换成钱 让你爷爷去看病 嗯 哎呀 那你爸爸妈妈没在家吗 我爸爸妈妈去外地打工啊 常年不回家 就过年的时候 也就只回一两天 哎呀 你回来一两天就走了 嗯 你看看 爸爸妈妈也够辛苦的 嗯 这看着小朋友啊 你确实挺懂事 然后呢 你说你这银元出手呢 我还得给你 给你一个高价 这样 我先跟你说一下啊 小朋友 像这个龙阳啊 嗯 像这种品 臂面上带戳剂的 我们一般收的呀 一般就是2000块钱左右 这样 小朋友 我给你多拿500块钱 2500 那谢谢叔叔 这没事 这没事 然后这大头呢 像这种品相的呀 因为臂面确实是滑过 滑丧了 我们现在收的呀 也就八九百块钱 我只是给你按1000 行吧 按1000 这两块都滑伤过 我都给你按1000 这个伤还挺严重 这个有个细长滑 都给你按1000 等于说这几块 三块加在一起吧 是 4500块钱 给你抽个掌 拿5000 行不行 行 谢谢叔叔了 这没事 这没事 家里面啊 估计爷爷放的 应该还有一员 以后如果再给你了呀 就不能在墙上啊 或者在地上来回滑 不然的话就把品相给滑 滑坏了 那样的话就影响 他的价值 知道没 还有就 我估计像你这么大的年龄 也没拿过这么多钱 等一会儿 给你过钱之后啊 直接就回家 哪也别去 好不好 挺孝顺的一个小孩 叔叔 那谢谢你了 我敢来去另外一家 他三个医院才给我1000块钱 哦 才给你1000块钱 嗯 我的天呀 那可能是 我给你爷爷谢谢你 没事没事没事 我再给你算算账 给你拿钱 好 老板 你看看关不完把门帽 找这医院关锅 多换点钱不管 行 我先上手瞅瞅 好老板 你幸好 你看看能躲给都躲给点哈 哦 看来这是碰到事了 老板 我这是真是破年单似了 你帮我看看能不能够我组的方子呢 嗯 行 我先看看价值吧 好吧 嗯 总共是4块银元 那有三块大头 这个是大青轩三 前板龙 龙尾没有粗云 可惜的就是你看这儿有一个小戳机 背面的话呀 也是有戳机 一个戳 两个戳 这里应该也是一个戳机 戳机啊 对它的价值影响非常大 像没戳的话 它应该能值万元左右 这有戳机 前后都有戳 它这个价值啊 只能4000到5000时间 嗯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大头 三块大头 这个是十年的 诶 品箱还可以 诶 这个也是十年的 剔点年 正常的板别 这个是三年的 诶 这个还行 带底光 嗯 像这样没戳没伤 然后没有没有啥板别 嗯 这种我们收的是1200一块 刚才您说 刚才听您说要租房子 是啥情况呀 嗯 我跟你说老板 是这情况 嗯 半年通了呀 老公租了 嗯 你老公走了 对 就是他一块儿 昨天是上外面打工去 就是一去补回来了 哦 这种年 我给他打电话 从来不接 然后也联系不上他 联系不上 对 然后前一段时间 他朋友说了 他个外面又再找了一个 但是我不相信 你知道吧 哦 这知道都前两天 人家过来守房子了 我才知道 他背着我 小儿俩的房子也卖了 房子卖了 对 我的天 我都这两天才知道 哎呀 然后那我现在不是没有钱吗 那你咋弄我不得住个房子吗 因为那还有个小孩了 你知道吧 哦 您在家带孩子 对 如果要是我自己一个人 我手机保抵 我都住大马路上 也无所谓 您反键是 小孩 你不得让他有个地儿来住吗 那是那是 我也是太相信他了 你知道吧 一点防备事情都没有 你看这事弄的 那你这姻缘是从哪来的呀 这姻缘一开始是我结婚的时候 我跟爸给我了配嫁姻缘 压相女的 哦 嫁妆姻缘 对 这要不是实在是走错无路了 我也不能说 叫这个嫁妆姻缘拿出来卖啊 那对那对那对 那就确实 这是真碰到事的 你这这明显的 你老公不行啊 这 对 你真是比方国过了 你都有知着是不是 你拿袋榨桌了呀 那是 你说偷偷还把房子给卖了 对 房子给我卖了 然后 这事做的太过分了 我反正不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结婚的也念 我相信他 我从来没有管过钱 钱都得他拿了 因为他没有给我 您的意思就是 他走的时候 还把钱 对 都给拿走了 对 他半年偷了都拿走了 这半年他都没有给过我一份钱 哦 哎呀 这事弄的 你自己在家带孩子 对 这弄的 这 他朋友说 他在外边又找了一个 对 他朋友给我说 就是可能想给我透这个信 你知道吧 但是我一开始我不相信啊 我不相信 我可信任他老公 我不相信他为了 那是那是 那这 哎呀 这咋说呀 这 这你去起诉他 你给他离婚 对不对 我都没在起诉他 这不是匹骗吗 那对那对 那这事弄的 这样 您这是碰到事的 我刚才说的这个价格呢 呃 也都是正常的价格 呃 一这大头呢 我一块再给你加一百块钱 一千三 一块收 行吧 谢谢你 你真是保证大方了 我们卖的时候 其实你大概也就是这个价格 好吧 然后这个价山的 我就给您直接拿六千 行吧 然后这凑在一起 应该是九千九 九千九 我给您拿个整数 一万 行吧 谢谢 先把眼前的难关给度过了 行不行 中中中 谢谢你 谢谢你 哎 你看这事我都不知道咋劝了 哎 我这真是周图污入了 行 我这边给你算算吧 好吧 好好好 谢谢你 没事没事 老板 看看我这果报级的音乐 不知道你手机手机 国宝级的音员 看来来历非常大 我先上手瞅瞅 各个都是国宝 你注意 各个都是国宝 我的天呀 这是大头千字版 果然是国宝级的 千字版 这个普查地 跟普通的大头比起来 就多了一点英文字母 这三个里面 就他最菜 就属他最菜 对呀 我的天呀 现在像这种牵制版的大头 如果真假没问题 那一般估价都在500到1000万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我再看另外两个 哇 双龙瘦之币 广东的 我的天呀 这果然是国宝 我的天呀 这是几千万的东西 算你又在眼里讲 这个金本位 比五元 没见过 传扬 21年的传扬 见识 我肯定是没见过 但是我听说过呀 21年金本位的 这个传扬 我见过一元的 那个确实也是1000多万 但是你说 这五元的第一次见 那我想问一下 咱的这些东西 都是从哪来的呀 这个是阿叶 亲手传给我的 爷爷亲手传给你的 对 那不对 因为这三个币 都是四柱样币 对 那不可能流通下来 也加传 传不下来这种币 这样说 说明你老板 还得有严厉的 阿叶可是一个 聊不齐的任务 在那个 北京潘家园 混迹多年 北京潘家园 对 当时有人 用一套北京的四柱院 换那三枚银院 阿叶都没换 阿叶知道啊 那个四柱院啊 净死了 但是这种 收件的果包啊 多一个都没有 人家用北京的四柱院 换这三枚币 没换 没换 哎呀 这要是真的 那当时也应该给他换呀 我听人家说 那北京的四柱院 那一套现在都价值上亿呀 这你格局就消了 那四柱院一爪一爪八 这样的大者银院 能见几个 对不对 物以喜为费 期货格局 别说了老弟 你这个眼光独到 格局非常大 是嘞 那你今天拿到我这来 是想干嘛呀 嗯 边线吧 有位扎鼠啊 嗯 爷爷 确实手上的非常可疑 但是我父亲给我啊 嗯 没啥 整才失去 现在就靠吃点老板 没有办法了 叫这边线 哦 您的意思 现在家道中落了 对 想换成钱 我想把他们全部换成钱 全都换成钱之后啊 我都出银行了 一年 使个几百万的利息 还敢上 哦 那个老弟 那你这三块银元 你想卖多少钱呀 多少钱的话 十年前 四合院 还要以两千万嘛 现在长成一个多亿 我这个东西啊 比他们的贵 比他们的少 你给我三个亿都懂 三个亿 嗯 那你有漏这 一个 一个亿 不是 不是 这一个不值钱 这个我指的 主要是这个 哦 主要是这个 嗯 你从哪来的 也说了 想卖多少钱呢 呃 你也说了 对对对 那我下面 我讲讲我的看法 对对 首先 就这个金本位 21年的金本位 我没有见过五元的 也没有听说过 铸造的有五元 因为在民国的时候 一块正常的 一元的银元 他的购买力啊 应该在500到1000元 相当于现在的 嗯 对 所以他已经是非常大额的 面值的这个 呃 呃 钱了 嗯 然后没听说 铸造的有五元的 所以这个 我看来 这是一兆 再说一下 这个牵制版的大头 嗯 在我们行内来说 这个也是一眼假 连银子都不是 嗯 这种 我估计在古玩地台上 可能 一般十块钱左右 就能买上一枚 包括这个 肚子双龙 这个看着也不行 所以这三块币啊 综合起来 你别说三个亿 我就三十块钱 我觉得我也要不了 哎 你吸化 啊 让我起了肚子疼 哎 行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您再找勾人给您看看 啊 你给我看看 这种衣 管换钱不管 能不能直接 这是 这是啥东西 里面装的啥 啥东西 来我您弄开 你看看 行行行 看里边 可不垃圾的 反正可不溜桥的 长得很 还有一种味 还有一种味 对 那冲鼻子的味 还不是啥味 哦 这都是银园啊 这 我也不知道 他是夏总监 哦 这是杂威是吧 哦 还有龙羊 哦 这是 我生了孩子 人家嘛 这爷爷奶奶 都给了红包 哦 给钱 你再不进 你是不是还得给个 紧锁子啊 银桌子啊 哦 对不对 哦 这里 俺公公婆可怪好 哎 一人给个红包啊 一颗拍张啊 哦 这那真是夏总监 我当时 我都赶紧 放了珍珠地儿了 我都黑八九 你也看见了啊 你说说 哦 这不丢人吗 他拿出去 哦 给 等于说就是你生小孩 公公婆婆 一人给个红包 里面装的是银园 这总共是多少块啊 这一个红包里面 装15块 一共是30块 给了30块银园 也可以吧 可以 我赶紧说了 谁也给这东西 我跟你说 这都真是没有一点连 这都不要连 请 不要连 这 这不会啊 这你这 你心里面想着 你公公婆婆 应该给你拿多少钱啊 你现在 真金白印 再一个都是现金 最来的最快 对不对 哦 是 谁也给这东西 我的天哪 这夏总监 还涨了给啥 谁也给小孩送年子 会起来给啥 这都是传家宝呀 夏总监 传家宝 老板已经被囚了 那正好我数了一下啊 确实都是 30块 在谁家里 这都是传家宝 一看这都是老的 一眼开门 你可能对姻缘不了解 首先这个龙羊 我就先放一边 就这大头 大头 小头比较多 像这大头 壁面上没有伤的 这一块啊 像你要是卖给我的话 一块 给1200 1200 一个吗 对 一个1200 自销铺的东西 咋能值钱 然后小头呢 小头价格可能要便宜点 像这种一块 我能给到800 那这30个还不少值钱了吗 那肯定不少值钱 我估计 这30块 得个几万块钱 因为里面 我看还有龙羊 像这龙羊 一块不得30千块钱 正贵吗 对呀 我的天 那你赶紧给我算啥的 我是不是误会 按婆婆的边拱过来 就说嘛 我就刚才这样想问你了 你就是你公公婆婆 给你钱 你想要多少钱呢 那不得给个万二八千吗 对呀 你心里想着万二八千 像这些30块银元 肯定是远远超过万二八千了 那你这一说 那我赶紧心里也算 那肯定超过万二八千的 对呀 这你对老两口啊 有误解 你生小孩公公婆婆 把这个传家宝都给你了 说明对你和孩子 都非常认可 对不对 你这一说实话 你这不能怨他们 你还得孝顺他们 那你说的是 这个是酒精 价格比普通的要高一些 今天这是要出手吗 出手 我最没拿回来都是卖老的 卖老 对 卖老给孩子买点 买个紧收住 不是主要是 你看老两口啊 把这个传家宝给小孩 这也算是包红包 或者是见面礼吧 你不给小孩留着吗 也不用留了 我这先这东西太整 再一个呢 我听了老公说了 他爸妈呢 还有呢 家里放的还有 对 那看来老两口存货不少 对 你这一说 那之前往呢 我得回家 还得想办法 给他去要过来 就了 他别被人家骗住了 再给人家老大能爱 这东西之前来给啥了 那应该不会 你想一下 这刚才就说了 这葛西家里都是传家宝 一般不会随便给别人 老板这块 币能值15万块钱吗 什么样的银员能值15万 我先上手 我瞅瞅看看吧 NGC评级的原相共和 这块银员确实不简单 老哥你这银员从哪来的呀 这是我朋友了呀 我朋友给我了呀 你朋友送给你的 这可不是送啊 他给我收了拿15万块钱 他说这块银员是他家 租穿了还是啥回事 不舍了卖 也不能卖 叫我放心 放我手里边 我对这些东西又不懂 这小朋友这块银员 他能值那些钱吗 哦 我明白了 老哥您的意思呢 就是你朋友 想从你这儿借15万 对 已经借走了 然后拿这块银员做底呀 对 你害怕这块银员 没有那么高的价值 对 是吧 你看看 到底知道 那你朋友啊 没有骗你 刚才就说了 这块是原相共和 不是普通的银员 像原相共和呢 是那个银员里面 军阀壁里面 鼎鼎大名 这鼎鼎大名我不知道 我不玩这些东西 俺家没有 没事 简单明了的给您说 那您不吃亏 如果说 他以后不还你钱了 这个底15万块钱 没问题 银员都那值钱吗 我银员以前不是 几十块钱以后 几十块钱 那不可能 你说现在普通的原大头 应该在一千多块钱 一千多块钱 怪怪 但是原大头 他数量多呀 他这个发行量 纯实量都非常巨大 所以他的纯实量大 然后他就价值没那么高 然后这个原相共和 刚才就说了 在这个军阀壁里面 比较出名 因为他的铸造量非常少 他这块壁好在哪 当时民国的时候 铸造了应该也是七千枚 对七千枚 然后距今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 纯实量 肯定是没有七千枚 数量越来越少 我明白 这个银员属于收藏品 物以稀为贵 越少的东西 它价值越高 你像去年有一个孤品 奉天 归某一两 那当时拍了四千多万 怪怪 是吧 西甲油也没 那都不用上码呢 那反正这东西 一般家传都传不下来 是吧 可能因为那是四柱币 当时就 现在就发现了一枚 那你把这个 你都走过来 这个也是非常稀少的 我就给您吃个定情玩 现在 它这个市场价 应该在十五万左右 确实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是随着它的时间 你收藏的时间越长 它价值越高 就比如说吧 元大头 普通的元大头 你要是五年前 一般在五六百块钱一块 现在的行情 一般在一千三左右 但小了老板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个东西 越放了时间长越直线 对 那都是十万 它不还我 我现在叫它卖了 对 你就比如说这块币 你在五年前 应该在五六万块钱 五六万 对 现在十几万 现在十几万 怪怪 这 我对这普通 但是 我这热血肺痛 不用热血肺疼 我就刚才就说了 给您吃地形玩 这东西 你朋友真是说 不还你钱了 拿这块银元底 也没问题 因为 你看一下 这块币 首先是N核的 然后给的是AU的底板 然后这上面英文代表是 就是币面有包浆 没给分 如果给分的话价值更高 明显的 特别是这个背面 字面这一块 你看这包浆还在 说明没有下过水 啥都不说了 我这都明白了 我在放信件 他不关我线 找不关他 涨到二十万 我得这个意思 具体涨多少 咱不知道 但是反正越放越值钱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谢谢